家福中心在花园市区的咖啡铺子 举办了转机人生相片故事展 他们以家庭照顾者的角度出发 利用相机记录下六户 辅助家庭的人生故事 希望透过照片可以鼓励到 更多在生活中辛苦努力的家庭 要勇敢坚强 不能让困难打败了自己 那有时候在路边上看到一朵花 在墙壁上台我也很感动的走过去跟她说 谢谢你在这么艰难的环境 让自己可以长出美丽的样子 我也想跟你一样 一朵花就这样鼓励了我 所以我觉得让人的生活很辛苦 幸福就应该要很简单 如果每一个人可以找回那一份 被大自然感动的力量 那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拥有力量 一幅幅的动人影像搭配文字叙述 被悬挂在咖啡厅墙上 在这花园家福中心 在咖啡铺子所办理的转机人生相片故事展 他们以家庭照顾者的角度出发 利用相机记录下六户 辅助家庭的人生故事 希望可以透过照片 鼓励到更多还在生活中 辛苦努力的家庭 花园家福现在在花园线境内 我们总共帮助1700多户家庭 在我们陪伴这些家庭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家庭在面对困境时 有它的生命韧性 有它积极乐观态度的一面 因此花园家福我们特别办转机人生故事展 在我们所有服务的家庭当中挑选了六户家庭 透过照片影像的一个部分 用一个故事展的方式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展 来呈现他们的生命韧性 让社会大众知道 在人生面对困境时 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家福中心主任施政言表示 等待人生转机的过程 要努力要时间却也要运气 会办转机人生故事展 除了想传递更多正向力量和希望给大众 更期盼透过从受助到回馈的历程 号召300位朋友一起响应 第一届爱的接力活动成为传爱大使 能持续性稳定地提供更多辛苦家庭和孩子生活支持 为更多辛苦的人生创造更多的转机和机会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